不只戰爭 國家治理不爭也會造成民不聊生 臺灣的中美洲友邦海地因為幫派暴力橫行 通膨居高不下 目前有超過五百萬人面臨嚴重飢餓 幾乎佔了全國人口的一半 小屋裡機場碌碌的孩子們 眼睛全盯著這一鍋一打理麵 這也是尤納爾一家酒口 一天中唯一的一餐 飽受幫派暴力蹂躏的海地 饑荒危機持續惡化 曾經是個泥水漿的尤納爾 在百頁蕭條的情況下失去工作 只能靠老婆賣二手衣的微博收入維生 但是幫派動亂有增無減 加上通膨在七月攀升至30% 他們連生活主犯都得尋找木材取代煤炭 一家人經常飢餓度日 而在首都太子港這處由學校改設的避難所 無家可貴的難民 全都得仰賴糧食援助維生 根據海地韓聯合國組織在九月三十號共同發布的最新報告 海地有五百四十萬人 約四成八的人口迫切需要糧食援助 其中處於緊急狀態的人 比起一年前增加了四成二 來到兩百萬人 上個星期在太子港接受營養測試的孩子 有很多畢為落在黃區 甚至接近紅色區域 或者代表嚴重營養不良 需要住院治療 救援組織認為 糧食安全跟維持社會治安同樣重要 隨著海地難民人數增加 他們到年底前還有2.3億美元的資金缺口 希望國際艦慷慨解囊 協助海地渡過難關 故事新聞則惠民編譯